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刘品妍 欢迎收看南方特搜报 最近几年在市政府的积极努力建设下 两个月内吸引了近百台的游览车前来观光 在盐水游客倍增的同时 盐水舞庙也重现过去古时代 商业应酬风月文化留下来的在地特色美食 粤港大菜 希望透过推广带动盐水观光经济发展 盐水从清朝时期一直到民国六十年代 庶民经济相当的热络 因为地理位置刚好在府城前往陆港经商路途中的最大歇脚站 也因此出现了许多晚间的娱乐文化以及美味佳肴 今天就带大家来到盐水舞庙一起见证过去的粤港大菜 今天非常高兴能够来到我们盐水舞庙餐厅 来重现过去的粤港大菜 我大家都知道台南市是美食之都 但是美食之都绝对不只是只有府城 在原来台南县的地方 我们知道一府二路三蒙甲还有四月金 也就是说过去最曾经最繁荣最繁华的 也就是我们的盐水 所以说盐水有很多菜色 当然有所谓的九家菜 过去的九家菜现在经过改良之后成为粤港大菜 所以那欢迎大家来台南来盐水的时候 不仅可以看风泡 看粤金港灯节 还有看粤之美术馆 还可以吃大菜 吃到我们粤港大菜 市长黄伟哲特别到活动现场 感谢吴淼以及在地人的努力 由过去的特殊地方文化所传下来的美味佳肴 希望可以结合在地现有的民俗活动 进一步来推动地方的观光 我们这次务苗推出这个粤港大菜 主要是要打我们那时候繁华时期盐水 有一些地方的一些特色料理 尤其是在华登初上的时候 这些特色料理就很容易带给大家 在美食上面的饗宴 所以我们这次推出的菜 大概有乳鱼蜡肉酸 鸡鱼在土壁 在米糕 还有炸白骨酥 这东西大概就是那时候的比较传统的一些美食 还有一些砂锅鱼头 还有清蒸鱼鱼 那当然未来 武庙还是会继续在这些 以前的酒家大菜地方的特色 出炉菜家 还会继续在做一些讨论跟研究跟检讨 因为今天推出的菜色是我们有先经过两次的试吃 检讨先推出来给大家先做一个饗宴 未来如果大家有更好的想法 或是有一些好的食谱要提供给我们 我们也愿意来尝试来请大厨来帮我们做做看 盐水区区长陈文琦也特别感谢吴妙的支持与协助 经过两次的实验与检讨 努力将古早的盐水特色美食重新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希望透过美食结合盐水灯节 风泡来吸引更多人前来盐水观光 记者刘品妍 台南报道 2021年大港吃锅竞赛竞争十分激烈 白鱼间的火锅店各具特色难分高下 评分结果出炉后 由知名的美食家胡天兰 以及观光局长周灵文揭晓最后的得奖者 究竟2021年的大港国王是谁呢 马上带您来揭晓 空气中飘散着各种锅物的香气 由高雄市政府观光局所举办的大港吃锅竞赛 进入最终评分阶段 由知名的美食家胡天兰 以及观光局长周灵文 来公布2021的大港国王 究竟讲落谁家呢 共锅主的锅王 得奖的是东乡小丛 老娘锅 恭喜得奖 恭喜大家 其实没有想到 只是我们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然后把我们该给客人的食材 好的东西都推荐给大家 我们把我们自己道地的家乡的口味 然后跟一些我们自己遵循古法量制的酸白菜锅 然后我们的海鲜 像我们的沙茶酱啊 吉香味噌啊 我们都是自炒的 我们不放家用食品 全是手工的 食材上都是我们只观在地的 农会的蔬果这样子 分别选出个人锅组与共锅组的冠军 今年的最强锅王 在激烈的比拼当中出炉 一边是新鲜海味的酸菜白肉锅汤底 一边则是手炒特制酱料 加上浓郁的猪肚 以及泰式酸辣汤底 各具特色 由此可见高雄火锅的多元性 我们在看今年的这个食材里面 不是只有蒜锅的食材 我们还要看它沾料的食材 还要看它这个汤底的食材 如果你的食材里面是广伴的使用 高雄的天然的这种农业食材 优质食材 还有你在调味上面尽量就是减少这个人工甘位的话 我们会把它列为是就是说优选的那个考量 所以说今年的高雄国务 其实平常一讲啊 每一家都很厉害 差异并不大 现在吃美食这件事情已经是城市旅游的一个必选要件 那所以特别今年的国务的所有的店家响应这么热烈 那我们也希望就从国务开始带动这个全台湾的人 开始注意到这个高雄的美食 还有我们的优秀的食材 还有高雄的所有的餐饮业的年轻朋友投入的热情跟努力 入选到最后决赛的各个店家国务都别具特色 因此胡天兰老师也鼓舞各个业者不要气馁 好好备赛 继续角逐明年度的大港国王 也期盼竞赛能够带动各地的民众 一起来到高雄吃锅 记者张世民林嘉义高雄报道 工业技术研究院持续推动创新科技的研发应用 并落实产业需求 一口气展出超过20项的成果 积极协助产业转型升级 其中就有获选全国百大科技奖的技术 包括直接从空气中分离高浓度的水汽以后 压缩变成纯水就可以直接生饮 目前技术已经转移给工业使用 工业院持续推动创新科技的研发应用 落实产业需求 日前一口气展出超过20项成果 积极协助产业转型升级 其中就获选全国百大科技奖的技术 包括直接从空气中分离高浓度的水汽以后 压缩变成纯水就可以直接生饮 目前技术已经移转给工业使用 首创的这个薄膜分离水汽这个技术 我们使用了这个创新的薄膜材料 氧化石墨烯 可以一步骤的从空气中把这个非常洁净的这个水汽 那分离出来之后 那稍微过一个压缩的一个动作 就可以得到一个洁净的一个纯水了 另外透过热影像感测技术 也可以运用在老人照护中心的安心监测 减轻人力负担 我们这个技术有AI人脸辨识 那它可以一次量测多个人 就不会受到一些热咖啡或是一些高温环境的影响 那我们也有那个恒温感测片的技术 那它可以透过这个恒温感测片的温度变化 那可以运用在那个偏户外的空间 就是可以让它在偏户外的精度达到正负0.5度 无论是在美国消费性电子展或是全球百大科技双双互奖 工研院结合在地产观学等资源 这五年来已经和中南部将近4500间企业合作 今年以智慧制造和智慧能源这两大应用层面举办创新论坛 开幕式当中台南市副市长赵清慧也亲临见证双引擎的点火启动 二 一 请启动 遇见大蜂 中火车的双引擎 只会双轴领航 南京产业发光 让我们一起来讲更好的未来 过去三十年我们的工研院 等于是扶植了一个台积电 护国神山 我们现在讲的护国神山 就是我们的船产如果能够科技化 如果能够让它更进步 这个船产的升级版 科技化的升级版 我们其实就可以打造台湾的护国群山 所以这个概念就是为了让台湾 除了一个护国神山的科技业之外 其实所有的船产都可以在智慧导陆之下 变成我们更重要的这个产业 甚至可以贡献我们所有全国的这个 各个产业上面的一些提升 智慧制造变成是工人院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 协助我们各个这个制造业 产业链 那智慧制造走到今天 我们又特别发现说 全球暖化这个议题 在寻求未来减碳碳中和的这个目标 对我们的制造业冲击非常的大 所以未来我们工业院 在政府的政策的支持之下 我们也会持续来协助我们的南部产业 工业院以担任南部产业升级为重要使命 也期待未来有更多厂商加入 共同提升创新研发的活力 带动产业经济 记者郭文吉何求邦台南报导 你有从海上看过高雄吗 高雄市轮船公司近期推出一系列的主题 游港精彩行程 马上被秒杀 而轮船公司也进一步提到 未来将会持续配合推出行程 欢迎大家到高雄一定要来趟港湾之旅 近期高雄港湾成为热门的拍照打卡景点 除了可以在岸边漫步拍照之外 高雄轮船公司更提供民众 在海上游港湾的新银玩法 日前开卖了圣诞节 去跨年的主题航班行程 直接被秒杀 高雄港最近变得很漂亮 真的值得意 那除了为灯会打扮的灯光秀之外 其实整个夕阳航线也是很夯的一个航线 那我们目前开的是圣诞班 就是包括今晚的圣诞夜跟明天的圣诞节 在接下来就是跨年 这个也是客满的 那我希望说未来 我想观众朋友一定很想知道说 会不会有加开班次 那针对这两个节日是真的没有办法再加开 但是平常日我们可以用预约的方式 除了夕阳航班之外 我们会加开晚上的灯光秀的航班 那敬请各位朋友 一定你一定要来高雄 轮船公司董事长黄淑美 对此也感谢民众的热烈参与 同时他也提到 经过市府努力的策划活动 以及各项建设美化 高雄港湾变得非常美丽亮眼 而未来轮船公司也将会配合 推出各项的精彩行程 要邀请民众 一同来欣赏高雄独有的港湾美丽阳茂 目前我们是配合高雄市政府的一个政策 那可能到二月底之前 都有灯光秀的一个表演 那我们会再加开晚上的班次 让民众可以看到灯光秀 所以我们现在目前 市政府的政策怎么走 我们就怎么配合 然后我们会加开到晚上七点到九点的一个班次 让民众可以无遮蔽的一目了然的 看到整个灯光的表演秀 由高雄港的观光航班 一直是观光客们趋之若雾的行程之一 而轮船公司也欢迎民众抓紧时间 报名体验来趟港湾之旅 记者李嘉隆 庭文玉高雄报道 知名连锁餐饮集团 举办美味年菜季团圆宴发表会 并致敬为台争光的体坛英雄们 主厨化身为运动员打秀年菜 传达运动员为了战上奥运最高殿堂 争取荣耀所付出的努力 如同厨师们每刀每勺都需经历时间的淬炼 才能端出美味佳肴 神欢迎让主厨端商品道菜 举动界占语竹牌 为迎接九天的农历新年假期 东东餐饮集团旗下各间餐厅 推出各式年菜组合 东通宴会市场滑平喜架馆 就主打年菜自由配 30道精选料理 让消费者自己选择 永大幸福馆 则是推出家庭外带年菜组 海陆佳肴样样都有 另外高雄云顶馆也独家推出 口感浓沉的鲍鱼干贝佛跳墙 而在今年荣获2021 这一传承台菜餐厅的府城师傅 更是集结老师傅的首路菜 推出食人份的经典年菜料理 像华平它有30道自由配 今年比较特殊是 除了这个自由配 还推出了一个小家庭 所以可以让大家很灵活的应用 比如说我们家人爱吃什么 我买个几道怎么配 那这一些配的方式 我们在媒体上都会有宣导 甚至于早鸟还有很多的优惠 那今天就是特别在这个时候 让大家来看到说 这个应该冬天很快过去了 尤其是疫情已经都很稳定了 我想我们还是需要出来 这个欢乐一下过过节 所以这个是我们每年都非常慎重 也非常就是说对他呢 特别注重的 觉得这个是代表 东东新的一年里面呢 又有什么新的菜 来端出来给所有台南 喜爱我们东东的朋友们 那今年也一样 欢迎大家 东东一样有办厨戏宴 有办团圆宴 尤其是我们的厨戏的晚宴 每一家几乎都快满了 所以这个也因为疫情这一阵子 让大家闷在家里太久了 所以呢 只要一推出来 今年还比往年快一点 更快 大家脚手都很快的 所以我们已经差不多 厨戏宴都要订满了 那今年一样推出 11888的团圆宴 我们同样有活动 就是一样有节目的表演 除了丰富的年菜 东东餐饮集团旗下的 华瓶喜架馆 永大幸福馆 与高雄云顶馆 更在除夕以及初二 规划团圆宴以及娘家宴 并邀请表演团队以及河关 规划出各式互动游戏 让消费者在吃团圆饭的时候 也能够享受热闹的欢乐气氛 记者张秀为台南报导 男子区人昌里和劳动部合办一堂 创意皮革设计班的直讯课程 有老师教导学员制作时尚皮革包 从烫线、打展到胶盒和手缝等 都是手工完成 希望学员习得手工包的制作技巧后 能创造各自独特的风格 以便未来能够就业或者是创业 学员们拿着各式的工具 先在皮革上烫出一条线 再用木锤打出孔位 有的则在做交合等待最后的手工缝制 老师教得很仔细 学员们也学得很认真 之后呢我们再把它裁切 裁切0.5公分一条 再下去打斩 我们总共这个萌萌包要四条抽绳 这个我们老师他在上课说 他会教我们专业的那个祭祀 这样会引起我们那个兴趣 还有我们的智慧力 增加我们有信心来完成我们各项的作品 从最基本的皮碑垫到铜锣刷造型的零钱包 学员们都学会了 这一次要完成时尚包 先从提把和束绳做起 再慢慢完成一个包款 老师希望学员在基本功熟练之后 可以发挥创意 将皮布等一材质结合 设计成独特的包款 所以我们在基础课程里面 也会训练他们自己去设计作品 这是属于创作的部分 因为像文创其实也很 很就是一个时尚的趋势 对那你 你把你这些技法学习起来之后呢 透过自己的设计创意 其实我觉得是在带包里面 算是一个新鲜的产业 这一堂创意皮革设计班 是男子区人昌里和劳动部 高屏蓬东分属合办的职训课程 经过88个小时的课程训练 让失业和待业的学员 习得一技之长 未来能够就业或创业 透过先从基础课程里面 然后再走到可以完成一个 很完整的带包 让他们学习到各个技法 然后自己再去活用 灵活这样应用 让自己的思路能够 比较广一点点 他们可以透过设计 去创作出自己的商品 因为疫情的关系 这个景气不是很好 然后我们可以 接有一些劳动部 一些各类的财业活动 让我们一些 目前待业中的 可以学习一技之长 现在首作的文创商品相当热门 富有创作者的巧思 又是独一无二的商品 创意皮革设计班 启发学员创意思考 未来能在手工皮革包中 闯出自己的一片天 记者潘之光 赖昌帮高雄报道 每个小朋友都可能有一到两双鞋 但在非洲的儿童们 有的连一双鞋都没有 还可能受到刷枣的侵害 影响健康 左营福山国小 相应民间协会的号召 捐出旧鞋子给他们 还亲自洗刷干净 希望非洲的小朋友 穿上鞋子能够健康长大 拿起刷子沾点水 福山国小的小朋友 用心整理同学捐出的旧鞋 先将鞋子上的灰尘去除 再用力刷洗洗到发亮 因为这一袋袋的鞋子 是准备要送到非洲 给没有鞋子穿的小朋友穿 小朋友也乐得自己当个圣诞老人 我捐的是一双钉鞋 它就是陪我打棒球 然后我穿它两年 一开始以为会有只有100双 结果到捐木鞋完之后 有300多双 就是觉得快要洗到很累 就这样 让我可以好好的上运动课 体育课 然后也可以就是 不用像非洲的小朋友一样 就是会被沙澡攻击 可以让我的脚健健康康的生活 这项捐鞋救命的活动 是由捐鞋救命国际基督教 关怀协会发起 因为在非洲有小朋友 因为没有鞋子穿 赤脚走在地上 遭到沙澡在他们脚上缠乱 导致脚溃烂甚至死亡 因此捐出旧鞋 希望能够帮助非洲的小朋友 健康上学 因为当地的孩子 他们没有鞋子的状况 他们被沙澡侵略的过程 非常的严重 然后必须让我们当地的志工 去帮他们做一些 以简单的治疗 胃教的观念去传递 然后再将鞋子 传递给他们 捐鞋活动一起跑 师生们立刻展开活动和宣传 很快就募集到300双鞋 并且在操场上 举办盛大的捐鞋仪式 学校也希望这项活动 能够让小朋友体会 爱物习物和奉献的精神 我们本来预估是100双 可是半小时就300多双 都达到我们的目标 那当然希望透过这样的活动 能够帮助非洲更多的小朋友 也让孩子能够透过这个活动 能够知道自己也是有能力 可以帮助他人的 所以对每个小孩来讲 他拿到这个鞋子来讲 他就是很大很大的礼物 他们甚至有些小孩 是舍不得穿的 就立刻抱在手上 赤脚走回家 那我们会问他说 你为什么有鞋子还不穿 他说这个东西太贵重了 他们想要等过节的时候 再穿这个鞋子 一双鞋就能够救一条生命 小朋友将穿不下的鞋子 甚至有纪念意义的鞋子捐出 还用心的刷洗干净 希望这些鞋子 能够再次发挥功能 帮助远在非洲的小朋友 记者潘志光 赖强帮高雄报道 Podcast是一种学生们常用的数位媒体 一场高中职媒体素养营就 号召了全台各地的高中职学生参加 透过学习制播Podcast 来探访学生们关心的公共议题 从节目脚本撰写到录音剪辑等 最后完成15分钟的节目制作 参加营队的学员来到会场 先进行分组认识彼此 讲师则在台上说明Podcast的节目的制作流程 希望透过学生常使用的媒体管道 学习如何产制讨论公共议题的节目 课堂上讲师也教导学员如何使用录音器材 透过完美的收音和配乐剪辑 将讲述的议题内容清楚地表达出来 才能够吸引听众点乐收听 听的人愿意 各组讨讨论公共议题 那我想去探讨这个来源是什么 那他们的目的又是什么 那我们要怎么去防治这些消息 目前会想要探讨就是学习历程医师 因为这是我自己本身有亲身接触过的 对 因为我的历程就是不见了 然后就想要去以高中生的角度 然后去切入说学生跟教育部 还有老师的想法到底是什么 对于学习历程这个东西 然后透过Podcast这个形式的媒体 然后去关心他们所关心的公共议题 然后发表他们的意见 那透过这样的方式 透过实践的方式去分析解析资料 去判断讯息跟制作媒体 然后来完成一个比较完整 媒体素养的一个训练 媒体管道多元资讯也相当庞杂 高中生透过Podcast 学习制作节目内容 也从中培养媒体素养 直播乐听人关心的公共议题 记者邱建讯赖昌邦高雄报道 感谢您的收看 祝大家廉价愉快 我是刘萍妍 我们再会 谢谢大家 请多个资讯 une Was 我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